繼續來關心這是屏東的軍水艘伯法 整個月更穿起在半空中 事情是你在晨暗的十點通 屏東萬丹鄉在地軍水艘伯法 整個月更贏了 兜面也有夠大 寫一些人趕緊為我來看 你的十公子笑我哼哼就看得到 也能夠感受到我們都盡管 六月會因為越燒越昂 向您願趕緊來到現場 改變關節 被民眾想過我發生危險 改在六月沒人到上 感官也是尚心的現場 來看東北高雄議會總議選 這個案件負委那段時間 國民黨民進黨的議員 也在起腳掌手 其中民進黨的議員林萬勇 讓人撒倒頭下去撞到 早上來到高雄地檢視 各國民黨的議員老迪林上海 六月老迪林也跟他各地回去 上市政見 繼續請記者 吳美山來了解 美山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可以看到高雄藍營市議員 劉德林一早在黨團陪同下 來到高雄地檢署 按林控告 綠營議員林萬榮誣告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這個民進黨提出告訴 這是讓我感覺到非常遺憾的 我身為一個被害者 受害者 而他們是屬於加害者 對於我這種的一個提告 我覺得真正的讓我們感到這非常遺憾 我也希望今天能夠藉由司法來還原真相 的偵查來還原真相 讓這個真相來訴諸於我們市民 好的 其實事發原因呢 就是日前在高雄議會總預算案赴委當天 藍綠議員在議事庭內爆發流血衝突 那麼當天劉德林被推到撞傷眉角 隨後他又為了爭奪主席臺 推開綠營議員林萬榮 導致對方頭部受傷 腦震盪 那麼劉德林也因此被告傷害 而事隔一天劉德林出面按鈴提告反擊 強調自己也是受害者 希望司法單位能夠還他一個公道 以上是我們找到最新情形 將誰叫還盆內 不臨 不臨 不已 不臨 不……严